蜜蜜 有这样的事情吗 华哥 戏里面要比他生活中 就是浪漫很多 我觉得 戏里要比生活中 要浪漫很多 对 然后感觉 他在戏里面做了很多 很浪漫的事情 对 就是比如说 送饭 对吧 是什么东西要送饭 不是你在那个 就比如说他会 就会 有一些情节 就比如说我觉得女孩子 应该都会很吃这套 就是 不管你在干什么 你有多忙或者怎么样 他都会抽空来送 给你送自己做好的吃的 不管他离你有多远 然后 看到你工作上 可能需要什么 有一些 他就会非常细心的想到 或者是 有的时候 我作为建筑师 可能是 很晚回家的那种 天黑了 他也不会说 给其他男生送你的机会 他都 不管走多远都会来接你 然后也会有很浪漫的时候 就是他们两个小的时候 有一些约定 就是我觉得这个 是一个很甜的小约定 就是 你们两个有一个小暗号 就是 糖 就是他在我不开心的时候 会给我糖吃 哦 所以在你每一次不开心的时候 都会用 甜蜜的糖果去 填换你 对我觉得这是 其实不在于说 就是 价值是多少 但是是你们两个的 小秘密 小暗号 所以这个就很甜蜜 是的 哇塞 所以说 追到我们剧中的韩君 那也是 也不是一件 一蹴而起